华尔街日报 能源价格飙升 英国政府你出手就产业 欧洲天然气价格飙涨 英国价格更是德国 法国的三倍之多 钢铁化肥酿酒产业大受影响 英国政府考虑补贴特定产业 缓解能源价格上涨造成的影响 金融时报 因应能源转型 壳牌出售在美的最大优甜 荷兰的皇家壳牌公司 宣布以95亿美元 相当于2600多亿的台币 将壳牌在美国拥有的最大油甜 卖给竞争对手康飞石油 反映出欧洲大型石油公司 正面临着能源转型的压力 CNBC 印度股市潜力大 有望要升全球第五大 高镇银行预估 接下来三年 印度多达150家的私人企业 有望投入股票市场 带来4000亿美元的市场价值 在2024年之前 印度股市有望超越英国 成为全球第五大市场 CNN 印度变种病毒肆虐 美国经济复苏趋缓 受到Delta病毒的影响 美国经济想要回到 疫情前的正常水准 恐怕没有那么快 根据CNN的分析 全国复苏的程度 近期掉到6月初以来的新低点 尤其是纽约州 路易斯安那州 都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7月份